来 到这儿了 长远 远的特场 歌唱家 是 喉布有喉囊 可以发出响亮的叫声 呼叫的时候 音调由低到高 来了 来了 这个看颜色应该是 你看 叫了 叫了 晶晶只单身吗 晶晶在这里面有个媳妇 然后她们俩还孕育了一个小姑娘 都已经有家了 我最喜欢长远远的一点 就是她们其实是一夫一妻制 原来她们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点像我们人类世归一样的感觉 就第一年大家先交往试试看 然后如果合适 再生下子女养一个家人 这是一种很负责任的表现 是的 这个长远远古代特别多 比如说我们诗里面写 两个原生提布布 新洲也过万全山 其实从宋代 唐代 很多古代的画里面 也都有她的影子 有一个特别巧合的事 辛苦饲养这个 晶晶和一家子的 这个岛上这个长远远的饲养员 也是久一年 同岁 而且今天还特地邀请过来了 你好 一般逛动物园的 这见不着也不算不算 见不着你 你好 这几只现在和谐吗 应该挺和谐的 没见她们打过架 没见她们打过架 那那只呢 那只比较孤独 不行 她老公没了 老公是没了 唐围员比人类挑选 对 她们没那么随便 没那么随便 这叫专情 又不是挑递 这个词用得非常好 平时她们喜欢吃什么 大家可能认为 她们比较喜欢吃香蕉 其实不是 她比较喜欢吃那个生菜 她喜欢吃生菜 对生菜还有那个萝卜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水果 青瓜 苹果 她吃肉吗 也吃肉 她属于杂食性的动物 杂食性动物 对像那个 在野外的话 如果食物比较缺少的情况下 她会吃一些鸟蛋 还有幼鸟她也吃 她们是三五只一个家庭 然后一个群体 她有一个领地意识 如果在野外的话 就是方圆五公里 就是她们一家 就是她们的住所 原来她们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的时候 就那个群落非常的丰富 领地也非常非常大 对对对对 往往在动物园的这种动物来讲 孤独其实对她们来讲不好 时间长了她就开始 就是有这种 先人一样有抑郁症 但是我觉得她最起码状态还挺好的 最起码她不是关在笼子里 她是给她一个档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对动物的这种爱护 也要体察她们的这种心情 动物不仅仅是给她头胃吃的 说吃饱了喝足了就没啥事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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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